今天在这儿理发挺好 办了卡 第二天你觉得我这头型不太理想 我想换一件 在这儿都办卡了 那我到别的地方不还挺贵吗 那接着到这儿来吧 它会影响你的消费选择权 第三点最重要 双方信息不对等 就是你不知道 这个店经营状况是什么样 它有没有钱在接着经营 它内部出现什么问题了 你啥不知道 你办完卡只能是硬着头皮 就到这儿来了 到这儿消费来了 可是店家他知道 他知道我现在这店 他又开不下去了 他有这信息 你没这信息 所以双方信息完全不对等 消费者等于是蒙在鼓里 所以这几条罗在一块 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风险几乎都是消费者承担 商家一旦要跑来 你也没啥约束 你只能自认倒霉 我们说不管是第一家还是第二家 只要是这种预付费的这种商家 那么在自己的经营发生变化的时候 包括说主体变化 场地变化 以及服务项目发生变化的时候 一定是要通知到我们的消费者 那这个时候消费者其实来讲 是有权利来进行选择 是退费 或者说是以其他的方式来解除合同 这里边有两个风险 不是说商家有意骗你 第一种风险是商家的诚信问题 他愿不愿意按照这个合同 来履行这个服务 他又不愿意就想坑里 你没办法 第二种商家愿意 但是我们知道天有不色风云的 做网门有保证的 他可能这时候精英不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由于精英不善 已经没有能力履行这个服务界约了 所以这时候又出现了一种风险 所以第一个不诚信的风险 第二个赔了没能力的风险 这两个风险 你看商家一卷包跑来 消费者承担了 所以这里边出现所有的风险 都是消费者承担 而不是由商家承担 2012年11月 我国颁布执行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其中对预付卡严格的限制 例如在金额上规定 单张记名卡限额 不得超过5000元 单张不记名卡限额 不得超过1000元 而在实际上 仍旧有商家 不惜为了利益 违反该项规定 5000元的最高上限规定 摇身一变 竟成了无上限执行 而且不止如此 虽然管理办法当中 也明确规定 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 因公示 或向购卡人提供 单用图卡章程 并因购卡人要求 签订购卡协议 在实际的消费交易当中 很多企业 都不会和消费者 签订任何合同 预付费方面的合同 能签下来吗 签下来 因为我们 我永远就没有这个流程 所以这个制度本身 设计上就有很大的漏洞 这个就如同 我们前面说的 那个按揭买楼 那个制度是 你开发商没那两下 就别干这个 拿不出钱来 你用消费者的钱 来最后开发来挣钱 这是不对的 这违背市场 就是基本原则 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无法平等地 跟商家博弈的 才会出现 他的利益 被粗暴的侵害 那么说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认为一点都不难解决 首先一个 你发卡的过程 你把消费者钱收上来了 你能不能践行这服务 你得有承诺啊 不光有承诺 你得有保证啊 就像咱们说 哪个包工头 包一个工程 雇了大量农民工 一到年底就欠薪 他们就跑了 现在咱们的劳动仲裁部门呢 有一个办法吗 你得先到工商去备案之后呢 交这个风险抵押金 你交一笔钱搁那 万一你要跑了 这钱给农民工发工资 这个体制就非常不错 它是个保底的体制 它能保证的双方 在一个平台上博弈 不至于使一方 一下掉到坑里 成为弱势群体 所以这个要想解决 有一个最好的办法 你发卡不得到工商部门 去备案吗 要不然他没法发卡 这是金融问题 所以工商部门备案以后呢 就必须得告诉你 你马上得交一笔钱 保证金 就万一你要是 经营出问题了 这笔保证金来赔消费者 你不能让消费者吃亏 有人说那这样的话 那商家还交着保证金 那他提前互隆资金实现不了了 那对不起 没金刚钻 别懒自己活 商家的这种单方面发展 不能以消费者的风险压进去 作为代价 这尤为现在的社会公平 就你有这两下 有这钱你就干 没这钱你就别干 没钱 没本 你还想做马 天底也没有这样的好事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 交上风险抵押金 给相关部门 有人说这个钱谁来管呢 各银行银行哪 是有把握吗 那好 我们现在不是有支付宝 这样的形式吗 淘宝上有吗 支付宝这平台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买的卖的 验完货之后 我再通知网站 支付宝把钱打回去 这样的话等于呢 双方心里都保底 我们可以通过支付宝 类似这样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确立这么一个支付手段 在这 就是把这笔钱先搁到这 一旦你这出现问题了 支付宝自动就把这钱 画到消费者那边 赔你们的钱 如果你没有出问题 那到点 旅行完了之后 钱彻底剥付给你 或者你服务到什么阶段了 领走多少钱 我想这样一个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 就能保证 在现在商业预复化领域 这个消费者和商家之间 平等的权益 如果你要不这样做的话 那消费者只能成为被动 被坑的一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